ítulo1 月前 大家早安 今天可以來做一個認真的保養 然後現在早上起床都會喝一杯熱水 讓身體熱起來之後 才會開始做其他的動作 還有一條毛巾 我是拿薄的 厚的也可以啦 我會建議你用厚一點的 然後你要用最熱的水 或者是你可以倒熱水然後做浸泡 然後你再去把它擰乾 但會還蠻燙的 你自己要小心 就是也不要太燙 然後給你們看 我是用 我因為我剛剛煮熱水 所以它現在是剩下熱水 這熱水度大概大概45到50之間 剛剛用熱水先過過之後 我會這樣來回大概三次 但如果你是厚著毛巾的話 你做一次就可以了 主要是讓毛孔張開 然後讓它放鬆 讓表層的肌膚放鬆之後 你等一下再按穴道的時候 它會比較好壓到 剛好有長一些生理痘 所以等一下這一塊就要避開 那臉上哪一區塊有痘痘 或是按在發炎 泛紅的話 一樣就是一定要避開 今天的保養品是要用來自於紐約的SHOT 他們曾經營得九項歐洲美妝大賞 品牌概念是用奢華的礦物保濕成分加入護膚品中 步驟簡單 適合所有肌膚 保濕能量新生精華含有六合一的極效精華 喜馬拉雅保濕精露修復抗老釋放壓力 要磨住眼霜 內含五十五種活性成分 能改善暗沉眼周細紋跟純粥的法令紋 這兩個要先用 就是可以混在一起用 之後再用眼霜 但因為下衣會按摩的話 我其實會先上眼霜 之後再上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mix在一起的時候 質地會比較滑 比較油 等一下要按摩嘛 所以我可能會避開眼周的話 就會先上眼霜 眼霜 然後擠出來的不是白色 它是有一點點綠色 就是跟它的包裝一樣 然後一樣這樣 你一定要把它推開 然後再輕輕的放在你的眼下 然後輕輕的往上拉挺 然後輕輕的往上拉挺 到你的太陽室 通常眼霜一樣是要上在這一塊 跟這一塊 這邊有肌肉 它其實是會從額頭這邊 它已經吸收了 但至少要讓它質地就是先打好底 不要讓油直接碰到你的眼周 然後就用我最喜歡的精華 先上兩下 然後油呢 油我就是上兩到三滴 加兩滴 抹勻之後 先從最乾的地方開始 上 然後直接抹完之後 你再搓 把這邊多的量的地方再抹上來 不要直接用這邊抹 會太多 然後都是順著 順著這樣子 然後額頭這邊啊 你抹的方向 比較像是一個麥當勞的形狀 這樣子抹上去 然後抹上去之後呢 你要拉提的按摩手法是往上 這樣子往上 所以你皮膚真的很乾 所以等一下可能按摩完 如果按摩到一半 你覺得量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夾 不要第一次就夾太多 剛剛已經熱敷過了 所以你等一下在開屑的時候 你會更好地找到你痠痛的地方 一定要把保養品粘在這支上面 開屑是用壓的 壓的方式 壓的方式啊 你不要直接就是偶爾這樣就壓進去 你是要慢慢的 就是從輕輕的然後慢慢的推進去 你不要一直 就是直接這樣上去 那會太刺激 眼中那邊我們已經上好眼霜了 就先從眼 眼頭這邊 慢慢的 先開屑之後啊 你等一下按摩它會比較有反應 然後它就會比較能 你就能激活它的意思 就是要長時間一直盯著電腦看 或是盯著手機看 你的眉毛裡面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試試看眉毛這裡面 眉毛這裡面 你隨便輕輕壓都會超級痛 然後眉毛這邊你要按的時候啊 你可以看我的角度 我會把它往上提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子按 這樣它的受力不好之外 就是它會一直被你往 往下壓 其實 它就是會被你拉鬆 所以最好就是 你這邊的眉骨輪廓啊 其實這邊是要往上提的 這邊我會來回大概做四五次 因為這邊 因為最近真的還蠻累的 所以這邊放鬆會蠻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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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回到眼頭 你們可以先摸就是 我們的眼袋 應該是說眼睛的輪廓 下面這邊會有個骨頭的凹凸處 那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找那個位置的話 你就出來一點 就是出來一點點沒有關係 就是不要太靠近眼睛 也會比較安全 因為現在好像還蠻多人會 看著那個影片練習的 然後我之前有講過我這邊 非常的酸 應該是這邊的肌肉啊 它會拉到我的這一塊 就是我會皺 我會皺鼻子 所以我才會那麼酸 然後鼻翼 然後全裹的下方 然後全裹的下方 然後嘴巴要下面的這個凹處 凹凹凹的地方 然後這邊暗是扇形的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深綠豆 這邊有痘痘 所以一定要避開喔 所以一定要避開喔 也不要太靠近 就是離它遠一點 然後再來換邊 這邊眼睛前面就比較明顯 就是它這裡面有一條筋 超級緊 所以你要輕輕的 因為它現在是很緊的時候 你就不能跟它硬碰硬 要比較輕的壓著它 然後你覺得可以了 你再慢慢的推進去 不要一下子就是到底 我覺得這邊比較酸 好痛喔 如果有高低眉的人 可以做眼周的放鬆 因為有些人的高低眉 不是天生的 它是 後天因為表情 肌肉長時間使用才會這樣 然後也不要翹腳 就是我覺得翹腳跟臉 也蠻有關係的 額頭我通常都是會用刮的 就是輕輕的往外 因為額頭的面積比較大 然後刮你不要正面這樣刮 因為你不是真的在刮沙 所以你在刮臉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點比較溫柔的角度 就是你要往內靠 然後輕輕的去刮它 你不要這樣喔 不要這樣 這樣是正臉嗎 你要刮的時候你不要正的刮 你要有一點側45度角 然後這樣子去平貼 眉眼很緊 然後眼睛非常疲勞的人 眉毛這邊啊 你就是可以用大片的這邊 可以一直的去 幫它排 排掉那個 排掉那個 氣 就是人家說氣節的部分 然後眼下這邊輕輕的 然後眼下這邊輕輕的 就是這邊壓著 一樣45度角 然後拉拉拉拉拉拉 在你顴骨下方這邊 慢慢的 照你的輪廓 轉到你的太陽穴 然後出去 它其實 這邊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到兩邊臉 它其實就是整個的鎖上去 再來一次喔 然後 然後再來把下惡線拉比較明顯一點 這邊也是蠻酸的 然後到目前為止我覺得 油度跟潤度都還夠 就先不用加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2-3D是夠的 所以可以參考看看2-3D的量 就是不要到太油 因為如果太油的話你就會很想要卸掉 其實阿瓦膜啊臉上的油其實是 其實是不會到真的太多的那種 因為我看很多人問我的問題是說 阿瓦了然後油太多怎麼辦 可是其實第一那個油要好吸收 你就不會覺得擦起來 擦完之後臉還是很油 所以像他這款其實現在 已經都吸收完了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然後油也不要擦到太多 你要覺得想要去洗掉 那這樣你用的量就是太多了 正常來講是你按完膜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睡覺了 或者是像我等下按完膜的話 像我現在是早上按嘛 就算這樣子在家裡走動做事的話 乾性肌膚這樣是剛剛好的 不會太油 下巴這塊就一定要避開囉 然後這手法有加了拉提的部分嗎 我發現我最近這邊的臉 就是比較塌 就是它是比較凹陷的 這一塊會超級明顯的 就是我的蘋果肌這一塊 然後應該是我側睡的關係 我會側這邊睡 所以其實我這邊整個的骨頭 我自己的摸起來是這邊的會比較扁 就是整個臉是比較往內的 像按摩完了之後啊 你把你臉上的油先過過一遍 哇它這個真的蠻好吸收的 它已經就是是舒服的 就是你不會想要去洗掉 然後這樣子上妝的狀態也是OK的 也是漂亮的 然後啊最後抹完之後啊 就是這邊 你要再沾一點油 就是你手上 沒有的話你可以沾那個精華露 可以吹口哨 然後是這個凹陷處 然後你從外面這邊 慢慢的滑到你的顴骨下方 顴骨下方的蘋果肌這一塊 然後你的頭頸放鬆 然後你的頭頸放鬆 讓顴骨下方靠在你的四個指節上面 其實就會很痛了 然後現在往前一點點 然後也要往上推 輕輕靠著就可以了 輕輕靠著就可以了 推到你覺得差不多都可以了 大概十秒了吧 然後再輕輕放開 其實我這兩天做我覺得 它有比較回去一點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然後透度也很好 吸收度也很好 然後今天是多加了兩個手法 一個是拉提 然後一個是蘋果肌的拉提 就是幫你撐住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是我最近的手法 分享給你們 這是我最近比較怎麼講 嗯 比較緊急要處理的狀況 就是例如說我的蘋果肌 我覺得還是落差還蠻大的 就是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疲態 商品的資訊我都放在資訊欄 喜歡的話也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